真言第二十六章 夏天落雪 收割时下雨 都不合宜 照样 愚昧人获得尊荣也不合宜 麻雀怎样飞来飞去 燕子怎样翻飞 照样 无故的咒诅也不会临到人 鞭子是为了打马 绝环是为了勒驴 形杖是为了打愚昧人的背 不要照着愚昧人的愚望回答他 免得你像他一样 要照着愚昧人的愚望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借愚昧人的手传递信息的 是自断己足 自寻烦恼 真言在愚昧人口中 就像瘸子的腿 虚弦无用 把荣耀给愚昧人的 就像人把石子 细在投石器上 真言在愚昧人口中 就像荆棘在罪汉手里 雇用愚昧人和过路人的 就像胡乱射伤众人的弓箭手 愚昧人一再重复他的愚望 正像狗转过来 吃自己所吐的 你见过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懒惰人说 路上有狮子 广场上也有狮子 懒惰人在床上翻动 就像门绕着门角 转动一样 懒惰人把手放在盘子里 连拿食物送回口边 也觉得劳累 懒惰人看自己 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 更有智慧 过路的人被激怒 去干涉与自己无关的争执 就像人揪住狗的耳朵 人欺骗了林舍 却说 我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他就像疯狂的人 投掷火把 利剑和杀人的武器 没有柴 火就熄灭 没有搬弄是非的人 纷争就平息 好征镜的人 煽动争端 就像鱼尽上加炭 火上加柴一样 搬弄是非的人的言语 如同美食 深入人的脏腑 嘴唇火热 心却兼饿 就像包上银扎的瓦器 憎恶人的 用话语掩饰自己 心里却纯着诡诈 他的话语虽然动听 你不可信他 因为他心里 有七样可厌恶的事 他的怨恨 虽然以诡诈掩饰 但他的邪恶 必在大会中显露出来 挖掘 现坑的 自己必掉在其中 滚石头的 石头必滚回自己身上 虚黄的舌头 憎恶被他伤害的人 谄媚的口 造成败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